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呢 我比较擅长的是招聘 培训 还有文化方面 希望在今天希望在菲尼莫属的舞台 可以寻求一份HR相关工作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能够给予我一次同企业供进退的机会 谢谢大家 不吃苦中苦就不能成为人上人吗 应该也可以吧 多重吗 一百来斤吧 一百来 公斤 那没有 那没有 一百六 差不多 八十 对对对 没事没事 肥而不腻 谢谢土耐老师 好 帮大理他们聊我们的 你是人资 要面试人力资源 但为什么你的这里面这么多空档不填呢 因为我写的比较简单 没有一项企业吗 你可是没填 当然有啊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写呢 填表的时候 对在座的各位企业家的了解还不够深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比较就是稳重一些 行 好 就咱姐认为这是一个理由 好吧 我们来聊一下 你是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对 你是管地铁的是吧 对 其实不是管地铁 就是地铁里的那些乘务员的 那你如果是读这个专业的话 你这专业对口的单位挺好的呀 你干嘛不去呀 在地铁的话呢 它一是它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地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对 所以它这个制度对于我来说 就是没有更好的 能让我自己彰显出来我的个性 和我喜欢的事情 行 你认为一个好的HR 给公司最直观的帮助是什么 留人和用人 留人和用人 对 你给我把它开掉 它天天坐在前台的座位上 描眉画缝 天天拿着公司的电话 打私人电话 没有到下班的时候 它男朋友就在门口等着 踩着那个油门轰轰的下 把它给我开了 好 亲爱的 哈喽 这边就是想跟你了解一下 你最近的一个工作 我最近工作挺好的呀 你当然做得很好 但是这边的部门经理 跟我这边有反馈到 你最近这两个月 乃至于三个月的绩效 都是不合格的 那我下个月 我会努力工作的 别把我开了 因为你是一个前台 是代表公司的门面 对 所以我每天化妆啊 为了公司的门面 对 我们这还有摄像头 可是在摄像头里看到你 每天坐在前台里化妆 来了重要的客户的话 可能他们一进门 看到你还描眉花眼 这肯定是有损公司的形象的 化完之后 这个沟通更加方便了 但是化妆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但是化妆这个事情 是需要在幕后来化的 行 我觉得她总体就是跟我沟通 我自己都想走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没有脸面 在坐在这里了 我觉得这两 没有啊 这种很大 你那种很大 你那种很大 你欠了她的 这个女孩呢 其实她的亲和力 非常好利奇的 但是呢 我觉得她的这种 就是在原则性的把握啊 就是她没有运用制度 这点其实让我 有一点点失望 因为她是做能力资源的 人情的话 她是我首要的出发点 能够以一些和谐的情况 然后去把这件事情 谈好的话 没有必要一定要 拿出某个制度 或是某个比较强势的点 去跟她谈这件事情 李雪你来一个 你开她 对 不好意思 今天呢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这件事可能 不会让你很开心 什么事 公司已经决定 让你离开这个岗位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不能够胜任 我觉得我完成的还挺好的 公司有考核 所有的指标都显示 你不能够胜任 所以说 你不能再留在这个岗位了 这个好像更没有办法去拒绝了 对不对不对 说明你还是挺要脸的 应该是要 陀老师 但是我觉得这位选手 刚才他的那种态度 就让我离开的特别舒服 这位老板就让我离开的 我就感觉自己像抽子 对 而且我觉得刚才你面对这个美女 其实态度已经很好了 在真正HR开人的时候 员工很大情况下 情绪会有波动的 不是像这么nice的跟你在谈 你们理解劳动法吗 就是开除一个员工 你首先要占领 你要站在劳动法的角度上 你不能说 他说他什么描眉化眼 你就把他给开掉 没有 你要这样把他开掉 他可以到劳动局去告你 他的绩效不合适的话 那你今天肯定不是第一次谈 你给他谈过两三次 最后是连续 我们有记录在那 对吧 然后公司有的规定 你们这个前提都没有 如果我们下面的这些观众 看了说公司开人就让开 要么就来个狠的 要么就来一个莫名其妙的 这样对这个整个来讲 是很大的步道 李总可能是因为 你要注意保护你自己的权利 你有这个权利在这 所以你不能说 你对我态度很好 所以我就高高兴进走了 你对我这个态度不好 我就愤怒地走了 你为什么要走啊 徐昭老师呢 把规范性的东西告诉我们 认为所有的辞退都建立在 有一次两次的有效沟通情况之下 才开人 对不对 对 这个补充得非常好 让所有的观众都知道 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也告诉有一些不规范的公司 要符合劳动法的方式来执行事件 但是这一点本来应该是你说出来的 我认为这只是在现场的一个情景的演示 考验的可能是应变能力 包括一些比较专业性方面的东西 如果真正的在一家企业说要面临这要辞退员工的话 肯定是要分成步骤的 而且是要拿出一定的依据 然后来跟他谈的 这上面写你特别擅长组织大型团建是吧 对 就是第二家公司还没有离职的时候 我是组织了200人的泰国游的团建 年会 就是因为是在泰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一些细节 可能还有语言的障碍等等 然后呢 我这边就是通过了旅行社 然后呢 去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包括酒店的整场布置 然后包括我们就是所有的节目啊等等 都是我这边来策划安排的 要求薪资多少 8K 8K这个标准是哪来的 上家单位 那你上份工作只做了三个月啊 你就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 其实开始你上来之前的话 大家就对这个工作经历是有疑问的 究竟是公司把你开掉了呢 还是说就是什么原因 可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你这个8K你明白 你没有站得住脚 明白 就是公司规模比较小 然后他可能资金的话有一些问题 当时管我们整个部门 我们部门就我一个人 管我的人是一个做财务的 你说人力资源就一个人 对 那当然拿8K了 对不对 那公司不正规啊 所有的活都你干了呀 就我一个人 但你现在到新的公司 你还要学习 对吧 你还要这个锻炼自己 你拿8K就高了 你不能拿那个做标准 调吗 应该调 哪那么死心眼呢 对 对对对对 因为在能力资源上 你的这个工作的时间 咱们不劝了 咱们不劝了 你调不调 很短 可以可以 调多少 可以调到6500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里 你要是保留8K 几宫要5万 还是有位大哥 依然灭灯 两位 还有一个大姐 还有13盏灯 同学军 你看不起人 你就灭灯 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稍微的 对自己的能力 有点高估 因为还是说句心的话 他这个在人力资源 这方面经验 确实欠缺很多 而且在尤其是 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误区 对吧 就是你到那边 你也瞬间离开了 是因为公司 在那个时间比较紧张 他希望你一个人 能多承担很多的责任 对吧 但是如果要是 用你在那个方向 估计他也不会 招到合适的人 对吧 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讲 我觉得你拿到8K的话 对公司也没有意义 对你自己也没有意义 对吧 对 但是你自己还在坚持 你是一个人力资源 你对自己的认识 都不够的时候 你帮公司去招聘人 显然也会误打误撞 误看 所以说我觉得 你把薪资降下来 但是我看你 总是有点不甘心 所以我感觉你的心态 不会在短时间内 能够调整好 所以我们就灭灯了 来 天生我有财 什么财 我没有准备 没财 没关系 没有财 暂时我们来考你的职场情商 来 公司即将跨年 主管在年会上说 今年跨年我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来 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分几个情况吧 一是主管他自己想收礼 所以抛出这句话了 可能是橄榄枝 正话反说 对 其次在之前 有人给他送过礼 然后他可能就说一下 今年不要给我送礼了 你们的理解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句玩笑 对啊 不是玩笑 你说哪个敢跑到年会上 不是 我也认为是这句玩笑 玩笑 这是一句玩笑 这个场景我认为在主管 在年会上特意的 如果不是玩笑话再说 他一定是对大家的绩效 或者是明年 大家能完成任务 有要求才会这么说 明显那个礼不是礼物的礼 他不可能搭了那么多人 说我要礼物 或者不要礼物 甚至这句话 都可能有前后话 有前后场景 一定不是跟收礼有关 我相信 如果是团队议员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接茬方式是 我们明年要 我们的业绩 就是最好的礼物 送给我们谁是谁 这感觉就气氛 就调动起来 我们在年会啊 就收礼或者不收礼 都没有谁会在这上面说 这样 李奇 李奇啊 你刚才说的有一件事情 其实让我们大家印象 还蛮深刻的 你说你带了公司两百多人 到泰国去做了一个年会 这个事情完全是你操办 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 你把这个事情给它讲清楚 我们来看看你做活动执行 有没有最方便的 这样一个能力 首先方案是我做的 然后节目的安排 是我来做的 其次就是跟那个酒店 去对接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我们第一天上午 其实是大家去齐大象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姑娘呢 就直接去那个酒店 去踩点了 她做的是执行 对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 我问一下 这样 这样 让最专业的赵小叶来问 她是专门做活动策划的 对 年会 你问几个干货 好 这日本人的机票酒店 然后住宿什么 都是你安排的吗 这些不是 这些是行政安排的 也就是说你有会务公司 对吧 对 然后之后你说你其实安排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年会 这个活动对吗 就是当天晚上的这个活动 好 这个活动里面 你有几个板块 我有节目的板块 然后呢 包括我整个舞台的设计 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 吃饭人员的座位 那预算是多少钱 那天晚上 所有的东西 我们算起来的话 大概是有十多万 什么时候得到预算的 是开始得到预算 然后多长时间做的这个方案 是这样的 我接到说我们这边要准备 当天的年会 然后呢 我是把这个整个方案提 给我们的HRD 然后呢 是我这边来出的预算 方案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 从这个方案定了 然后预算定了 到这个活动 你们开始举办了 用了多久 一个月 一个人一个月 对 是的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即便只是做一些布置 和执行的事 那也可以了 如果是一个人 两百多个人的年会嘛 他一个人弄的 没有第二个人 真的没有 这公司这么口的 你要说你一个人做完这些 我真的不信 半年会啊 我跟你讲 我们企业半年会是这样 先成了一个小组 那小组的话 基本上这十几个人 二十个人 要有一个小组负责人 那个人一般是管企划的 然后由这个小组来出方案 提起来我们还要拍视频 然后呢 还要审节目 还要写台词 哎呦 这很多的工作 其实啊 各位企业家的公司 跟之前的公司 可能形式上的话 是有一些不匹配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不应该用他们的一些 内部的活动的要求 或活动的流程 然后去要求每家公司 都是按照这个流程来走的 行吧 咱们这个就不用争论了 争论没多大意思 你们保留自己内心的想法 如果这个事情 确实如你所说 就是那一晚上的那两三个小时 这事是你准备的 你一人管的那也不错 好吧 那你就比较适合做活动策划和执行 第二轮选词 还有两盏灯 弹琴不善感情 来 说一下岗位 我给的岗位 就是在我们人力资源部门 做专员 人力专员 人力专员 你现在就是 你亲和力是有的 但是你就是气势不足 你毕竟带有公司 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要把自己的定位定好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做活动执行呢 我感觉不适合活动执行 反而他一开始的意向 人力资源有可能是有发展的 因为他亲和力有余 但是框架感 跟整个的控场能力不足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也可以谈一谈价格 不谈 不谈 这会儿怎么这么想明白了呢 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各位学家说的也对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可以问一下这位 李总 李总吗 可以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吗 在北京 好的 没有问题 我以为你会问很高明的问题呢 我特别喜欢你性格 你跟我们这品牌 特别像像脆生生 他的性格就是这种 我喜欢那种性格 我们公司是个技术公司 程序员比较多 人力资源也承担了很大压力 我就特别喜欢李奇的性格 就是在我们公司 我觉得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气氛 融洽 包括招聘 离职我觉得可以培训谈 现在其实明显不知道该怎么谈离职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通过学习来补充的 来 10 秒 来 10 秒钟 做最后的选择 健康有益 脆生生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健康有益 对吧 谢谢 谢谢